即使夜间的温度只有十几度 但明摩们还是不畏寒冬 都穿上了性感的礼服 不过正常的尾牙除了比服装造型之外 明摩们最关心的 当然还是这尾牙的奖金 会不会因为不景气而缩水呢 跨年打响第一炮 伊丽妈的尾牙袖一登场就是火辣辣 弟兄短裙再露个小蛮腰 明摩们各个冒足镜拼服装抢造型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格纱 格子的格 杀气的杀 所以我带了一把姜牌 想要抽到 听说有高级手表 对然后有现金好像也 每年其实我们都有 大概六位数的现金大奖 然后可以抽到 为了符合主题格纱 妈妈们当然得穿上传统格子装 还得展现出杀气 不过长腿姐姐陈思玄 今天倒是把美腿包得紧紧紧 而林优利还拿着皮片 打扮成狂言女教官 只是这么花心思打扮 重头戏当然就是尾牙奖金 我现在听说我以往啦 这五六年来往上都只有抽到一万块 希望今天能够有所突破 你只有抽到一万块 我只有抽到五千块 所以我今天我昨天特别做梦 我希望能够抽到十万块 即使不景气 伊林伟牙依旧不缩水 不仅有五万元的投赛奖金 还有价值将近二十万元的名牌手表 除此之外 伊林妈的公司也破天荒 受了第一位艺人 资深演员泰宝 泰宝哥出场 拉下金钟奖最佳男配角 不过身为伊林公司 最资深的菜鸟师弟 泰宝还是上台秀段拳脚功夫 和性感的名牌师姐们 活版面 这一段出版蔡长刚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